头条新闻来看,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案完成三读 修法内容对不孝业者祭出重罚,提高罚金罚还的上限 不孝业者如果因为违法添加物置人于死,最重可罚两亿元 也增定针对企业法人部分处罚加重10倍,最高可罚20亿 希望能够遏止黑心食品,再伤害民众健康 立法院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历经未还委员会五天的审查 朝野九次协商,高达19个修法版本,18号总算三读过关 从大同混油案到近来顶星黑心油风暴,解决食安问题刻不容缓 行政院当时提出的版本,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拔得重,拔得到,而且拔得快 我们对这次修法蛮难以,我们是满意的 这次修法,法条内有危害人体健康其余的灰色地带处罚 以全面提高罚金罚环,违法添加食品添加物致人于死 最重罚两亿,致人重伤罚1.5亿 如果是法人企业性质,违法更加重10倍 另外修法也将举证责任由民众转移到厂商 厂商得证明食品的安全性 而食安事件的罚金,没收现金和不当利得等都要纳入食安基金 也新增房脱产条款,防止不效厂商将财产转移逃避扣押 而且这次修法也将处罚和不法利得分开 解决之前大同混油案,物申局财罚18.5亿 最后因为一罪不两罚,罚金只缴3800万 避免背离民众情感 至于原本行政院要删除法人罚金刑 最后也被保留 一旦不效业者不法所得超过罚金的上限 法官在科处罚金就能佐量增加 而法条也要求上市上柜具有一定规模的食品厂 要自设实验室,监测食品安全 并要求大厂商开立电子发票 政府才能追踪查核 为者最高可处300万罚还 记者以小刘和林陈昌伟台北报道